这些东西 如果我今天不说 也许有天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你们知道吗 中国对香的制作 已经有贼切孽之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智慧的老祖宗 已经会用香料去驱从 汉代的王公贵族 已经肥腾西黑 虽想几种油压的死 而到我们近代 欧美几乎垄断了我们香水市场 国货的香水品牌少之又少 三字嘴紧嘴上 我给你嘴紧死 是LV集团旗下出了一个品牌 茶林 以中国茶为元素 去制作香水和护补品 再反向的来中国 去对我们进行文化输出 赚我们的钱 而我们也不乏那些 兢兢业业去做香水的品牌 有些无人问津 有一些甚至即将消失 各位贵夫太太 你们好 今日敬请观赏 国货 殿堂及香水 故宫博物院 御院成方 故宫香膏 以此进城当中 御花园为灵感 做出风花 雪月 四款香膏 不仅仅这个香膏的外壳 是景德镇的瓷器 这个香膏的器皿形状 更是取自于大雅斋的 绿地粉彩盆螺花鸟纹圆河 搞搞紧 喵喵撇 圆河打开里面就是白色膏体 这盒名叫花入梦 前吊是白槐花 尾吊是紫罗兰 这款花香就仿佛是香菲身上 自带的体香 这盒叫做崩满亭 前吊是松阑那种青口味 尾吊是檀香的幽眼生长 像是在学堂中 饱读诗书的偏偏少年 而且他的私用方法 几句意思 每个香膏中都有 这种小的锦囊袋 袋中有这样一个 小小的金属挖勺 把香膏这样 轻轻地刮出一点取出 直接涂抹在手腕之上 两个手腕 再这样轻轻抹开 这味道就是 穿越而来的鲜鱼 味道轻柔 却极其持久 甚至故宫还出了 这种清香浅硬系列的香膏 这次就是一份 疑俗仓品 阿易小香市最白吃系列 不从第一片 买他们家这种 消失死香 到买他们家的大瓶 更大瓶 再到这一次的 最白吃系列 他家就是我闻过的 中国最棒沙龙香 这个最白吃系列 简直就是做出 那种摇池仙境的味道 这瓶玫瑰画廊 不像是普通红玫瑰的浓烈 更像是鲜物缭绕中 白玫瑰的圣洁 这瓶枝子花铺 是以枝子花的香调 融合木香和摄香 用勤心的划香调 整理酒哼死红龙品 月儿子唱腾 福根一火菜一杯快钱 每天都是不同的义 每天都是不同的小情星 我刚还忘了说 这个故宫的也只要几十块 这个六十多 这个九十多 你必须自己拥有 刘画书 我写了说 这个派出是真的有刀笔了 是真的藏海一族 他家不仅是乌镇文创合作香水 他们是中国大事院的合作香水 包括镇武阳光的一部电视剧 孤城壁也在给他们回购 他们盖子上这个印字的工艺 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的 施纳法 这是一个从康钞开始 塑造了一种鬼种精英通气 中国几百年历史传统的工艺方法 包括他们家典藏版的这一只金鸟 是还原了上海博物馆中 青铜器的湿辣铸造 还有鬼家的铁丁增苏 而他们家的香水 是完全还原了宋陶的城市香谱 对就是为了去还原古书中 那个香味的味道 就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不断的追寻着我们老祖宗的脚步 我最早是只买了这种 跟乌镇合作的小香水 里面是有两只小的 因为司宰斯问道一所 我觉得极为结论 所以又去买大的典藏版 这个鹅梨杖中香 就是蒸盘砖里面的鹅梨杖中香 前吊是清甜的梨子味 尾吊却家住了清香 像一个贵中少女的成长 从豆蔻少女一步步成长为 成熟的优雅 哪怕现在我们喷出去 去上班去逛街去度假 一生都不裹死 还有这个杜若秀中香 香水名取自于红鹅梦中 薛宝采的住所 很无愿 因为书中记载里面各种奇珍异草 而杜若花香 尤为让人难忘 而我说真的 就这样一个被国家不断支持的香水牌子 是真的做的都快要倒地了 我去买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去买过 对送了我一堆东西 你们真的真的就闻一下 那种我们民族 古宝的味道 我是白料金 有下一个家 你们看我还买了这种小的金球 这个也是飞移的手艺 打开里面是香